開始了 有有,好好好,來來來 今天這台車我記得應該沒有做過直播 所以就錄個影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影片 再上傳到YouTube 如果日後有車友詢問的時候 也比較方便做連結跟搜尋 這台車是在台灣非常非常暢銷的 Lexus RX系列 這個世代的話 這個已經算是 應該算三代了吧 跟現在最新款的 底盤的話是差不了多少 可是跟RX300 RX300 RX350 這個前幾個世代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拍過影片 那個的話前後都是賣花承的 但是到了這個世代 它的後懸吊系統已經不一樣了 後懸吊系統 因應讓它的車室裡面的行李箱的空間 能夠再大一點點 所以後方就變成是 彈簧跟避震器 分開的結構系統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原廠的後彈簧 原廠後彈簧很粗喔 那這台車其實 KT也設計變更過了好幾次 後彈簧的話 最早一開始好像是做10公斤的 可是這樣的休旅車 10公斤並不是不好 是因為它的舒適度的話 沒有辦法做到很舒適 所以我們後來有在做設計上的變更 有把後彈簧換成是8公斤 拉到270場 所以長度的話很長 公斤數的話變成是8公斤 所以自然它的後方的乘坐感覺 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台車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後阻尼的話 這個是它的後桶聲 它的阻尼沒有做得很硬 可是這個可能是使用的時間有一點久了 阻尼桶的話 坐動起來 坐動起來也有一點異常 這個是日本大廠TOKIKO製造的 這台車在國際上的定位也好 它就是設定比較高階的中大型休旅車 它的阻尼值很特別 如果把KT的段數 把它調整到第8段的時候 它的阻尼值就跟原廠的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這台車 這個也相同意思是說 如果把它調到最軟的程度 大概跟原廠是差不多的一個乘坐的感覺 那這個是後方的阻尼桶 那KT的話大概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如果第8段跟原廠差不多的話 大概 後方的話如果它壓原廠像這個19吋的 它壓正常的前提之下 大概會15到18段左右 就是適合的一個段數 好那我們換來看一下 前面的懸吊系統就還好 前面的懸吊系統 都是賣花層的 那它有附上座 KT的話有附一個上座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220長 8公斤的規格 這個是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很長 所以這一個我們等一下 鏡頭帶到前面的時候就可以注意到 它的整體的桶伸長度有做拉長 那這台車如果要沿用原廠的上座的話 就像日本的Tim一樣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點 它的前面的桶伸音是有方向性的 可是裝KT的話就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KT的話是整個上座總層 是有附上座的 裝上車把車高調整好 托盤記得要把它敲緊就OK了 這個是上座 它有一個切角 這個是有方向性的 如果在要沿用原廠上座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這個狀況的話 在Camry的車上的話 最容易發生有異常的狀況 那這個是原廠 原廠就配置的是19吋的一個旅限規格 好那這個後方的 後方的話我們配置的是270長 然後是8公斤 這個調整機構啊 超級大一圈的 那如果我們如果車油 油要很低的話 這台車 我們可以啊 把它的Hiroki整個拿掉 只有方向彈簧的話 大概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就大概是30V 這台車基本上 比較不會有什麼要倡任的需求 所以這台車啊 我們把它設定 最低的規格 就是大概是3指斧左右 然後桶生的話在這裡 它桶生的擺臂的位置也很特別 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主尼調到第8段 它乘坐起來啊 我覺得啦 是太軟 是太軟 大概跟原廠差不多一樣 那後方的話 建議大概調18段左右 是這一台車喔 不是所有的端速都是調 所有的車款都是調這個段速 好 那它的後方下方喔 有 有一個 防琴 它的下 彈簧的下盤也很大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 都是專用的規格 這個懸吊有一點像是 四代的RAFOR 可是四代的RAFOR 桶生的位置啊 是跑到比較裡面 這一台是坐在這個位置 它的整體長度的話也差不多 好 那這個是後方的一個結構設計 這台是 RX450H 這台是 Hybrid的油電款 3500cc 再加上油電 那Toyota車系 Lexus的車系的油電 就大概是所有的車系裡面最穩定的 經理遇過比較誇張的應該是W221的油電 那一台車的話 二手車價的話很 非常低 因為 它的油電系統 一套 維修起來 大概要70萬左右 所以那一台 那一台車的油電系統的話 就不像是Toyota的車系那麼的棒 來 那這個的話 它的避震器長度很長 前方的話 我們配置220廠 然後是發光機的規格 離載算的話 就直接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然後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位置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上座的話 我不確定能不能拍得到 上座的話 我要拿 來 給我 上座的話 是在 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維修孔 RX系列的話 都是在這個地方 把維修孔掀開之後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也不需要再拆這個飾板 畢竟這個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它的 維修起來的話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看到這個引擎腳 這個引擎腳 基本上 這裡的架構 這裡的一個懸吊系統 跟Toyota的Camry 其實還蠻接近的 這個底盤系統 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的話 Camry就已經變成是TNGA的8代 8代的Camry 就是TNGA了 所以它的系統 就完全都不一樣了 那前方的 今天的車高 車主的話 剛好是經理的好朋友 車主的話 是沒有想要降低車高的需求 所以我們後方 維修大概是原廠 大概是5指幅左右 前方的話 維修跟原廠一樣的車高 這台車高的話 最高跟原廠一樣 最低的話 大概是3指幅左右 所以它車高的調整區間 不像一般的轎車 那麼的多 最高跟原廠一樣 最低大概是3指幅 那開起來的話 KT的設計 操控性會變好一點點 但這台車 它是Toyota車系的休旅車 所以我們在設定上的話 並沒有把它做得太過於運動化 所以還是會保有一個大型房車 Toyota體系 Lessus體系 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那如果 車友們有想要來試乘 或者是說 有想要了解剛剛經理 遺漏介紹到的地方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現在的直播 我們都看不到字幕 因為我們用了其他的GoPro的儀器 所以看不到字幕 所以如果有線上有車友提問的話 都可以實訊一下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Lessus RX450H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